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野蠻遊戲瘋狂叢林 Jumanji Welcome to the Jungle 由Jack Custon 指導 Jack Black Deway Johnson Kevin Hart Karen Gillian 主演 這是根據Chris Van Asperger 的同書改編 同時也是1995年 野蠻遊戲相隔22年之後的續集 第一集算是一部相當經典的電影 很多人小時候的回憶 我昨天又看了一次 在那個電腦動畫特效剛剛出來的年代裡面 這部電影成功的示範 特效可以幫助電影怎麼樣去發揮他們的想像力 有多少天馬行空的想法 都有可能在電影裡面發生 於是這部續集是非常不被我看好的 畢竟1995年的那一部實在是太經典了 而且羅因維倫斯也真的是沒有人可以取代 結果在看完之後 我覺得它是一部非常棒的野蠻遊戲的續集 一樣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冒險喜劇 我沒辦法評價它是不是有超越上一集的 畢竟在定位上面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上一集的主角是孩童 無論是角色的內心或者是針對的觀眾群 都是以這些還沒有上中學的小孩為主 而2017年的野蠻遊戲則是以青少年青春期的中學生為主 兩部電影一樣的幽默有趣 然後也一樣充滿著緊張刺激的氣氛 看完之後都會讓人覺得很開心很愉悅 這部電影作為1995年野蠻遊戲的續集 除了最大的不同是上一集是遊戲中的東西 跑到真實的世界裡面來搗亂 而這一集是主角要進入到遊戲的世界裡面去破關之外 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 一樣有要玩到最後才能離開遊戲的規則 一樣有被困在遊戲中好幾年的人物 還有狂奔的犀牛這些畫面 還有那個被吸進遊戲的效果跟22年前是一樣的 開頭也接著22年前的結尾伏筆 漂流在某處沙灘的這個遊戲盒子開始 這一集也在劇中角色們在一個地方休息的時候 提到了1995年的野蠻遊戲 羅賓奧倫斯所飾演的那個角色的名字 不一樣的第一個是這一集的年代是現在 所以當然就會出現很多現在這個網紅時代才會有的笑點 而第二個是我剛剛提過最大的改動 變成了四位主角要進入到這個電玩遊戲的世界裡面去 而且他們的靈魂也進入到他們所選擇的角色裡面 這個事情在我看來是一個最大最成功的一個設定 你讓巨石強身傑克布萊克這些喜劇明星去扮演一個 內在是青少年的角色 真的可以製造出非常多的笑料 除了是青少年之外 這些因為遊戲角色和玩家之間巨大的差異點所製造的效果 而且這幾個角色都表現得很出色 不誇張過火的搞笑 尤其是傑克布萊克 她的角色本身是一位高中校花 你可以想像這有多好笑嗎? 凱倫傑克所飾演的角色 因為她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女高中生 所以她非常不習慣於遊戲角色身上 所過於暴露的角色打扮 巨石強身我覺得這個角色真的非常適合她 她演到一個非她莫屬的狀態 很多她利用自己的身材優勢或者是演員形象 所製造出來的幽默還有效果 凱倫哈特在這四個人的表現真是比較弱的 她比較沒有讓我感受到 她是那一個高大的校對球星 這個設定沒有只留於搞笑的作用而已 還發揮了很多在這些角色的故事身上 這就像是傳統的交換身體的喜劇一樣 因為一個人暫時不再是自己而得到的體悟 所產生的這些成長在這部電影上面也是琢磨的不少 讓這部電影沒有成為一個 就是追趕跑跳碰的娛樂片而已 文西的部分雖然不是重點 但也不會讓人覺得太多餘 或者是太不必要 裡面兩條感情線的故事 我覺得也有幫這部電影達到加分的作用 劇本也將電玩遊戲中的一些固定的世界觀 像是三條命的設計啊 NBC只會講一樣的台詞啊 地圖的探索啊等等 這些東西都非常恰當的融入在劇本當中 這些電玩遊戲中的老套都有出現 野蠻遊戲在1995年是一個紫骰子的桌遊 而在2017年則成為一台電視遊樂器 我覺得相同的這兩部電影都是在講遊戲們不只是娛樂而已 玩這些遊戲的人是會在裡面成長的 無論是這些遊戲的故事所帶來的啟發 或者是這個遊戲所給你的挑戰 都可以藉由這些遊戲學習到團隊合作啊 或者是培養自己的特質啊 探索自己的興趣啊這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部野蠻遊戲是一部十分精彩 很久沒有看過的冒險喜劇了 節奏很好 每個角色都有應該的發揮 而且我特別喜歡這部電影的結局 驚奇感是沒有上一集來的那麼多 但這一集的喜劇效果是比較多的 想要一部瘋狂歡樂 可以在電影裡面歡樂大笑的電影 這會是你很好的選擇 野蠻遊戲瘋狂叢林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